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知道有一个吴奶奶 这吴奶奶真是了不得 怎么了不得 这个人 他是我们中国工程院的院士 他为了培养新疆的优良的西瓜和哈密瓜的品种 做出了重大贡献 我在新疆这次我才知道 原来这个新疆大工程 吴奶奶 他却原来是袁隆平院士的同学 你看这张照片 两个人在一起 这是在稻田里 不是在瓜田里 吴奶奶 什么时候 袁隆平院士的稻田里 老同学不知道说些什么样的东西 吴奶奶年轻的时候那也是标志的一个美人 看看这 满脸胶原蛋白 长得好看 但是朴实 跟今天那种的跑到韩国去回来以后变得那么美 蛇精脸那么美 那完全不是一回事 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审美 我还是觉得像吴奶奶这种美女 那是大美女 吴奶奶最重要的特点 不是因为呢 她长得漂亮 给我们留下印象 而是因为她把新疆呢 心思 一辈子精力都放在新疆 今天我看 人民日报还是媒体有个词 啊 说吴奶奶的丰功伟绩 一辈子为了吃瓜群众 这词用的好 一辈子为了吃瓜群众 是啊 我们都属于吃瓜群众啊 吴奶奶她她是一辈子六十多年 培养了三十多个瓜的品种啊 所以新疆这个瓜奶奶 新疆这个吴奶奶一辈子为了吃瓜群众 那做出了极其重大的贡献 现在大家有没有发现啊 过去我们小时候是西瓜下来的时候才吃西瓜 平常哪有机会吃西瓜 现在中国 任何季节在城市里边都可以买到西瓜 中国是现在世界上最大的西瓜消费国 而在这背后你知道就离不开新疆西瓜为我们提供的贡献 而新疆西瓜的主要的培育者 技术突破 做出重大贡献的就是我们的瓜奶奶 她叫吴明珠啊 瓜奶奶 她的身份是新疆农业科学院的哈密瓜研究中心的研究员 中国工程院院士 奶奶多大年纪了 一九三零年 一月出生在湖北武汉 一九五三年毕业在西南农学院 就现在的西南大学 原艺果书专业 袁隆平院士的同学 大学毕业之后呢 他先是分到了北京 北京是在部委机瓜里工作 我大学刚毕业分到北京啊 国家商业部 那也是算进大衙门口 这个吴奶奶毕业之后分到呢 农业部 但是他自己软磨硬泡啊 就那时候坚持要到新疆 吐鲁藩地区去工作 所以这个吴奶奶到了哈密之后 他所做的工作几十年扎扎实实下来 他就变成了哈密瓜之母 当地的少数民族的朋友都喊 我们的瓜奶奶 我们的瓜奶奶 他为我们新疆的天瓜的改良啊 是做出了贡献 我们喜欢他 这个九年过九旬的这个瓜奶奶跟袁隆平院士的这个关系 以前都不知道 最后听新疆的门语说 哎呦 我说这这怎么怎么大家不知道 我要多多讲一讲 最近袁隆平院士刚刚去世这件事情 大家再一次想起来 哎 瓜奶奶想起吴奶奶 瓜奶奶实在了不起啊 我都不知道从什么头去说起来 比方说图鲁藩这个地方 著名的瓜香是不假 但是吴敬天泽呀 你的当吴敬天泽就是说这瓜也一样 如果你不计划 不提纯 不改造啊 你不复 他当掉一个词叫叫复壮 你不提纯不复壮 他就会自行退化的 跟人一样 甚至灭绝 所以呢 吴奶奶刚刚的年纪轻轻的时候到达这个吐鲁藩的时候 他为了弄清家底 走遍了全地区三百多个生产队 所以 吐鲁藩的甜瓜是他第一次建立的基本档案 相当于我们现在人口普查 吐鲁藩热 热到什么程度 热到火粥之处啊 夏天的时候平平常常超过四十度 吴奶奶正是把自己锻炼成一个在高温的天气之下 依然能够呢 工作 依然能够在地里干农活的这么一个农民 他早就习惯了吃囊 吃羊肉 他还为了和农民交流学一口低道的威武尔族的语言 他当年听说呢 在一个地方叫底尔坎呢 还是坎底啊 忘了 底尔坎 底尔坎那个地方说有一种 说有一种瓜 那也瓜好啊 然后呢 他就跟这同事一起穿过戈壁去找那个地方 到了晚上怕碰到狼 那不敢再走啊 结果呢 他就借了呢 这烧窑的人的那种呢 粘子毯子 然后裹在裹起来 睡在废弃的窑洞的旁边 物种资源呢 这是新疆哈密瓜之所以不断提纯 越来越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但是这件事情都是早年间吴奶奶打下的底子 62年的时候 吴奶奶和同事一起把吐鲁牌所有的西瓜品种 所有的汉米瓜品种全部都收集齐了 然后从里边选出最好的当地 你知道当地人把那个最好的瓜叫什么叫 红心脆 香里黄 萧青皮 萧青皮 你唱着这个萧青皮 其中红心脆 它的品质最好 你知道吗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别行政区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这个市民最喜欢吃 最喜欢吃这个叫红心脆 三十多年就历久不衰 香港就要红心脆 选一个品种 现在跟过去不一样 现在据说有很多优秀的 有很多好的条件 过去选一个品种少说八年 多则十几年 可人一生有多长时间 选一个品种 像吴奶奶一辈子搞了那么多品种 难呀 所以为了加快血液的过程 吴奶奶就到海南去南北啊 每年像候鸟一样 秋冬在海南 春秋和新疆年复一年的这样做候鸟做一种研究 95年的时候 吴奶奶带领团队血液的甜瓜西瓜实现了一年三季啊 新疆啊 一年三季啊 就是说一年三季瓜 不是说我到冬天大棚里的瓜 一年就三季 真叫了不起 他选一个叫八四二四 八四二四的这种呢 叫枣家 枣家这种瓜成为江浙一带枣熟的品种 江浙一带种的瓜是新疆的瓜的品种 从1955年 司马南还没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 那这个吴奶奶就已经进了新疆了 他在新疆生活了半个多世纪 60多年了 从南国的水乡 这么一个细妹子 然后呢到沙漠 吴奶奶 她的生活考验 当地人说到她说 吴奶奶就是瓜奶奶 瓜奶奶只有瓜 瓜奶奶一辈子为了吃瓜群众 除了瓜 他什么事都看暖带 83年的时候 第一次平支撑啊 吴奶奶做了那么多贡献 大家都认为吴奶奶理所当然应该平个支撑 那时候哪怕凭个中纪支撑 但是最有资格申报的吴奶奶 连个报名材料 她没送 人家问说为什么 说瓜奶奶 你怎么不送啊 她说啊 那个时候正好赶上给瓜受粉啊 你为了支撑 你误了农石 那怎么可以啊 所以别人都叫她叫瓜精 就是说瓜的时候 脑子特别好是瓜精 但别的事儿呢 简直就傻子一样 一块地 只要她一打眼就知道种什么品种 是瓜生病了 你电话里跟她说一说 她就知道 马上开出灵丹妙药 一辈子的精力都用在新疆的甜瓜西瓜的育种事业上 60多年 她培育了30多个品种 然后她的同行 她的学生又培养出她的瓜的品种之下的 子子孙孙 一代一代的繁育 所以现在新疆的西瓜大又甜呀 大又甜呀 真是大又甜呀 感谢瓜奶奶 瓜奶奶说理想啊 是一种收获 也是一种付出 熟悉她的老朋友都知道 她为了收获 为了收获她付出的实在太多了 她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 在火焰山 那叫土玉沟啊 在那蹲点儿 走廊上的温度都到了50多度了 她晚上还要点着蜡烛 然后呢 点着蜡烛 蜡烛呢 要放在水盆里 放到水盆里 咱们现在难以想象 蜡烛怎么进到水盆里 怕那人因为太热 蜡烛本身就会融化嘛 50多度啊 在烛光之下整理材料 当时第一次怀孕 反应非常厉害 他吃什么土什么 就是体重只剩下70多斤 照样骑着毛驴过大戈壁 中午热的时候 他只能坐在水渠边 把双脚泡到水里 孩子生了不到三个月 然后就把母亲带回老家去抚养了 65年的时候 他的女儿出生在南京 妈妈 嫂子抚养 孩子管 舅妈 叫妈 她的丈夫呢 学历更高一些 是北京小麦专家蔡旭的研究生 她丈夫呢 两个人感情特别好 志同道合 吴明珠到了新疆之后不久 她丈夫叫杨琪佑 然后呢就申请 放弃了 能留在北京工作 她说多难呀 放弃了 主动来到吴奶奶的身边 照顾她 全力以赴呢 去搞西瓜一种研究 当时那个条件之下营养缺乏 营养不良 然后呢又寄劳成绩 最后呢 吴奶奶的丈夫是胃癌 1986年 十年只有57岁 在临去世的时候呢 她丈夫就伸出三个手指啊 笑眯眯的祝贺 当时吴奶奶得了个三连冠 就是那天啊 她有三个品种 一个叫皇后 一个叫芙蓉 还有一个叫玉金香 那俩子叫玉金 三个新的甜瓜品种 通过了审定 吴奶奶年轻的时候 大家看刚才看那个照片 一脸胶原蛋白 有点像 我觉得有点像 那个跳水的皇后 叫福明霞 是吧 那福明霞后来驾驶 我怎么想不起来 她21岁的时候 日记里面写一段的 像现在呢 现在年轻人看了以后 不知道能不能理解的话 她说 人生最美好的事情 就是你创造出来的一切 都能够为人民服务啊 吴奶奶后来当了工程院院士 吴工程院院是候选人 当地人家给她写的是说 新疆及全国的田瓜 西瓜事业 吴明珠同志做出了突出贡献 被约西部刮网 西部歌网知道吗 是是不是王什么兵 那西部刮网是我吴奶奶 他搜集了新疆田瓜的地方品种 挽救了一批 濒临灭绝的资源 他培育的什么什么什么瓜 什么瓜 什么瓜 就一大堆 他培育的瓜 种植面积 占新疆主要商品瓜的40% 在吐鲁藩 在这个当地 涌现出了一大批 就种了这个 瓜奶奶的这个品种的瓜 然后致富的村 直到2017年 87岁高龄的吴奶奶 才恋恋不舍的放下工作 无怨无悔 一辈子为甜蜜的事业 今年91岁了 跟袁隆平同学 他现在已经认不出人了 阿尔茨海默 这什么词 什么事 我一下子就口误 我也得了这个病了 老年痴呆 有关种瓜的记忆 在他脑子里可能是最深的 他经常嚷嚷 突然间说 说这瓜该受粉了 他的大脑当中 他的大脑当中 最顽强的脑细胞 在和阿尔茨海默症 这个亢 你看 我怎么就说出来了 阿尔茨海默症 说明我这阿尔茨海默症 现在也是够严重的 吴明珠的儿子说 妈妈说了 一个人的追求 这和国家人民的需要 立一致的时候 才能够得到大家的支持 才会有动力 说这个吴奶奶的世界 我说着说着 我怎么就哽咽呢 不光我这样 中国共产院院长 原来宋建 看了吴明珠的材料 哇 宋院长也流眼泪 他跟记者说 他说我们这个共和国 就是有一块一块的 像吴明珠这样的基石 铺起来的 我们的现代化的共和国 也是靠这样的基石 铺垫起来的 吴明珠奶奶 现在 她脑子里 只有一个记忆 就是她一辈子 所培养的那些 瓜的品种 我们这些吃瓜的群众 能够为她 做点什么事呢 感谢收看本期节目 下期见